如果選擇,你下一輩子想當男人 下一輩子 我下一輩子想當男人還是女人? 下一輩子如果有得選擇 下一輩子想當男人還是女人? 我下一輩子想當男人還是女人? 如果下一輩子讓我再選擇的話 下一輩子我想我會想當男人 男人,絕對是男人 我還是喜歡當男人 我也會想當女人,我想當男人 男人,當然是當女人 我還是會選擇當男人 因為我覺得男人一輩子不夠玩 要玩兩輩子才夠 因為女人可以扮靚和給男人吃 男人比較簡單 今世當女人做得很開心 而且我經常聽我老婆說生兒子很痛 我只想看看生兒子有多痛 我會想當男人 阿田,我想問你 你下一輩子想當男人還是女人? 如果給我,我會選擇 太 ähnlich了 太好了 хот眼片 會遲早 回家 好好看 男人覺得40歲是不是一個… 會不會有那一條… 女人會有一個界線 好像有20歲就要做什麼 30歲就要做什麼, 40歲就要做什麼 男人會不會選擇? 人生的儲備根本就要到20、30歲之前 如果你在之前的階段 不好好保養, 基本上你會用完 用完之後就靠後期、中期的保養 再調節, 再加點 你… 對… 他在拍攝, 搬著巴士 真的嗎? 去他的房間找他, 搬著巴士 但北京這麼乾燥, 胡亂說 你是不是日日… 我去找一個, 是嗎? 對… 這是很基本正常的護理 因為尤其是我們… 不是的, 我想說 你有沒有? 我老公每晚都要逼他擦忌廉 他…不是, 因為可能他不英俊 男人怕不怕老嗎? 我們要問他 我也很擔心 我身體很擔心, 所以我每天起床 早餐像是藥煲, 乾補 很多濕食物, 我也是 每天起床, 每天起床 我吃很多進食物 我每天起床就是拍攝那堆材料 你多少? 維他命, 十多粒 這樣就多一點, 我只有十多粒 因為他很想我的身體 是保持住最佳的狀態 你們很厲害, 我沒什麼 我也沒有 對… 因為太太會覺得你兒子是老婆 對 這麼快就這樣做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 所以更加要保養 就算了 有了, 很害怕的 然後你一直… 長期的衣服 現在一直寒背, 穿很多衣服 很多衣服 我去到很大, 我想去到中衣 仍然穿一些好像背心那些 又不是衣服, 但背心那些 沒有屁股那些 對, 我也是 弄壞了, 否則現在應該不止這樣 是, 真的, 不是不止這樣 是形容漂亮嗎 對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有些東西 我不知道原來可以改善 但我經常不懂得選擇衣服 因為我一定要找朋友陪我選擇 因為我自己穿完 我又不知道對不對 又不好意思問, 會尷尬 我告訴你, 現在我是專家 目測到, 我幫你選擇 我幫你選擇 不過我今天不是很適合 今天穿錯吧 對, 很明顯你錯了 因為我今天穿了運動衣服 因為我的衣服比較貼身 我怕人們太專注 不會的 穿了那個, 它不會令你龐大 是 但它會令你的胸型更漂亮 你覺得長大一點的女人 是否有好處 你的男人是否喜歡長大的 我覺得普遍應該喜歡長大的 我覺得 但是我就是這樣的 如果有一些心儀的對象 或者初次約會 我不會讓她看到我的身形 你如果可以留到最後 可以拆開這份禮物, 你就厲害了 反而我沒有這個問題 我真的沒有這個問題 全都給人家知道 我記得我跟女生朋友 我們有談過 其實太大是不好的 其實是 對 因為穿衣服 你好像… 因為有很多衣服都買不到 對 而且它會令人很肥 身體很厚 對 其實女生不喜歡大波 大波和瘦 一定選擇瘦 對… 而且大波和腳靈 一定選擇腳靈 對 如果讓我選擇 如果小一點可以高一點 我會選擇高一點 你呢? 我覺得不夠大 你覺得不夠大? 對, 我想強一點 我覺得你本身是可以強的 不是很強的 其實是你戴錯衣服 我待會兒幫你找個適合你戴的 你們怎麼樣? 正在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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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很努力 穿了出來就知道自己原本的身材 應該擺正的位置是怎樣 其實各位觀眾 你們猜一下Gabby幾歲 猜中有沒有像 Gabby,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你幾歲 帶你一點點 我穿完了 真的嗎?讓我看看 我覺得很漂亮 是嗎? 我覺得我現在變得超級殺人 我覺得很時尚 你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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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變得超級殺人 你很瘦 S的, 很厲害 真的S了 因為我這個速嬌真的很好 對 很可憐 而且你不覺得很龐大, 是嗎? 也不會, 因為它是… 真的不會 它是一個厲害的 對 對 我怕我走出去 現在是不是很瘦 你現在很瘦 而且我覺得你沒有寒貝 我覺得我沒有人直 而且整件事好像自信了 對 但我怕會不會太引人舒服 不會 穿了出來 可能你自己站的姿勢也不同了 我現在立刻… 對嗎? 我的頭髮也不同了 我覺得自信大了 其實你自己也會舒服一點 對 我覺得 好, 穿著走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受了… 有些衣服很神奇 穿了的時候突然… 升級一點 對 但除了之後就發覺… 對, 我知道是沒有了 有嗎? 作兇作勢的, 假的 你像橋莊一樣 對 我沒有遇過 因為我認識的 都是比較… 真材實的 有了度 對, 有了度之人 就不用作兇作勢的 我想問問 如果你身邊的女生身材 會不會增加你的自信 小時候可能覺得戴上街 好像很厲害 但是戴上街 你最好就是我穿了 對 最好 你不用這麼戴 真的 不想有人看 對 男人一定會看 你真的不想 當你真的覺得自己的人 是他 你真的不想 你真的不想他被人看 你不會這樣看 你只會被人看 眼神非禮 男人都覺得很壞 我想說 有些心態的男人 通常是因為他會經常這樣看 當然… 當然 到街上有時候 對 很性感的 你也會看 你也會看 反過來看 對, 但你介意自己的女生 自己的女生被人看 當然 你不介意看嗎 當然不介意 好, 如果你旁邊看的帥哥 你介意嗎 不介意 不介意, 不介意 真的不介意 你只是英俊而已 老公, 看看 對 我的胸肌很厲害 看的嗎?有一半而已 你會說這些話 對 是不是 你會不會有一天 連自己的女生都不想看 也不會 是嗎? 也不會 你現在因為在拍攝 所以要這樣說 又不是, 你要動我 這件事要動我 對 很動 立刻要動我 對 如果給我, 我會選 很難 我有選擇困難症 男人我沒做過 女人我沒做過 下世給我選 我也是選擇做男人 男人? 這輩子做過男人 也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喜歡做一個男人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做主動的人 所以我會選擇男性 其實女人是否真的可以做男人的工作 我今天真的要來試試 你好, 羅拉 你好 我是阿田 很棒 麻煩你今天幫我推 可以, 這些 好 可以, 很輕 我可以 你需要戴手套嗎? 你也沒戴 其實我忘記了 那我戴了 好 在未認識羅拉之前 坦白說 我對她的感覺有點負面 我在你前面頂著 不用, 我可以了 小心, 很滑 我們要上貨了 要去外面馬路 打扯下去可以, 打扯 好 好 如果你要這樣送兩車 即是你一車完蛋就再拿 這樣嗎? 我通常… 其實我剛才砌… 砌了一輛 我通常砌了一輛嗎? 是 那很重 是 幸好我又做了一輛 表現不了極了 有米嗎?有, 這樣吧… 25公斤的米 我來了 難怪你這麼瘦 那這輛車子就拿到那輛車上了 是 我散場, 再見 你知道我最初看到的新聞嗎? 我以為是假的 對, 我以為是做新聞的 就是炒作嗎? 對, 炒作 我以為是… 當然是找個美女模特兒 去搬課, 做新聞 我以為是假的 然後… 誰知道我有同事… 到我做這個節目 我說, 如果是… 我也想去找那個搬附羅拉 我也想知道 究竟一個原本男人做的工作 為何他會有興趣去做呢? 我覺得現在的報導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 狠狠地, 誰比較特別 就說他是女神, 是男神 為什麼會反觀錯呢? 反觀過沒有那麼多是非 還有人… 人生小時候比較簡單 沒有那麼多 還有人可能會震盛聖村 不用說勾心鬥過, 不用怕 這個說的 就是誰要踩你上位 少了這些東西 現在我們是否到第二個路 沒錯, 這裡就是慈盛村 因為我經常在這裡吃東西 而且看到… 看到他有時候在這裡送貨 其實好像每天都看到他 每天他都送貨過來 不覺得很昂貴 因為我覺得反而有些覺得很… 做女生應該覺得很驕傲 因為這行業很少女生做 我覺得他很有毅力 是嗎? 對, 我挺屁股氣的 你知道會有一個羨慕 或者…給他一個讚好 好 好, 小心 小心… 小心 隨便快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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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先拿這個 好 好 好 我送了兩項已經虛擲出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只靠報道看 就說她是搬貨界女神 不知道 你真厲害 你做這個搬貨做了多少年? 十年了 謝謝 很棒, 有東西吃了 你平日開工時髮不髮妝? 我只是滑黃眉 如果不滑眉, 變異跳, 很恐怖 沒有味噴, 沒味噴是有點恐怖的 你有女性朋友嗎? 有 她比你更厲害 比你更厲害? 她做什麼? 她做搭貨 有時候我也會幫她 真的嗎? 是 你們兩個搭貨嗎? 試過, 但她小了 搭貨很厲害, 搭貨很辛苦 你做這個送貨的工作, 做了十年 其實是否要證明什麼? 男生做到的事, 女生都可以做到 你最初入行, 有怕自己受不了嗎? 加上很多原因 而且那時候服務, 一定要努力 不然就沒有屋住, 沒飯吃 試過有一段時間睡過車頭 然後沖冷水涼在過欄 冬天了 你不怕的嗎? 你的樣子又長得不差 沒得怕 要麼睡車頭, 要麼睡街頭 當然是睡車頭 但我聽到你的經歷, 我很想哭 但你不會…你不會覺得委屈嗎? 你不會覺得委屈嗎? 整個五個和尚都哭了, 就這麼貴 你不會覺得委屈嗎? 沒有…除了含著金鎖地出生的人 沒有一個人一生下來就什麼都有 要靠自己努力才可以得到 努力不好每天 你很勵志 你真的很勵志 我已經覺得自己…對不起 不會… 我在你面前這麼軟弱 真的不好意思 絕對不會 你有什麼可以跟現在… 例如有些女生去說 可以用英文歌的名字嗎? 你會相信你會相信 你會相信你會相信 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 你也可以 到我今天見到她了 跟她一起搬課, 坐下聊天之後 我覺得她真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男人可能有很多到40歲 男人給自己了很多無形的壓力 可能以前那個年代 她只是跟外面的人比較 對 譬如我只是上班 只是跟公司的人比較 對 我從中同期 但可能現在不同了 就是回到家 譬如你會…我老婆這麼厲害 可能壓力就會覺得… 不行, 我真的要更厲害才行 或者老婆比自己更厲害 其實你也未必真的很好受 對, 我覺得壓力大了在這裡 當然你不會… 因為你老婆真是一個全職主婦 是… 全職的家庭主婦 但我老婆經常提醒我一件事 不是你賺錢, 就是你說了事 對 你回去後還要聽別人的說話 對 我也有一段時間覺得… 大哥, 我已經賺錢回來 我做了這麼多, 你還想怎樣 但回去後她會跟我說一句 拍醒我, 不是你賺錢就代表 你說了事 對 我特地拍醒我, 現在說了一句 我想有一個短片是怎樣的 原來你躺在這裡 躺在這裡 不是, 你賺錢了, 你賺錢了 你賺錢了 如果下一輩子可以讓我選擇 我會選擇做女人 做女人 因為今世我已經試過男人很多東西 但女人很多東西我都沒試過 不然一樣, 還有三仔, 我很想試試 因為今世做過男人試過 還有我媽媽很含身如虎的臭大 我兩兄弟 我想感受一下 做一個女人最偉大的地方 有一種說法 說男人和女人是來自不同的星球 他們的生理構造 以及思維方式都不一樣 就是因為這麼不同 所以這個世界才需要有男人和女人 男女平等? 應該沒有絕對的平等吧 不如想想想如何能得到一個平衡 如果你覺得做女人很辛苦的時候 不妨反過來想想 其實做男人也不容易 如果讓我有得再選擇的話 我下一輩子都會做女人 請問打蝦符比山仔更痛 那大家為了V面可以忍得多痛呢 新一代毛痛蝦符技術 塑造V面小顏 幫你拉提緊緻 趕走包包面 要漂亮還用不著那麼辛苦 多負面小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